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得嘞 哥 那咱就奔山西 我买火車票去 等一会儿呢 回来 回来 你看 窄了啊 哥 你没发现 我不窄挺宽的 我没说你这身形那宽于窄 我是说你这个视野这想法窄了一点 不 酸嘛 大家一提酸就想到醋 醋是山西最出名 那咱们不奔山西咱去哪啊 这个酸味可是咱们人类 从原始时期发现的第一种美好的味道 哥 那原始时期这个人是怎么发现酸味的 不说了吗 寻找五味之旅 我们就带着大伙一起走一走 瞧一瞧 马上就出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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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咱们半天说啥呢 我们说的是这次烤的肉 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 哎呀 哥 咱俩作为原始美食家 对 咱们今天就要吃烤肉了 非常好吃 哥 那我赶紧给咱找点盐去吧 你看 远古时代哪有盐呢 那我找点辣椒 辣椒呢也是后来大面积种植啊 又得磨面 又得弄粉 咱哪有那设备呀 哎呀 那 哥 怎么有一个梅子 掉在肉上面了 而且还都流汁了 哎呦 烂梅子 这千辛万苦烤来的肉 可怎么吃啊 咱们俩也饿了好几天了 要不然咱们就凑凑糊糊吃了他 就不饿 行 你先尝 不 你先吃 你吃吧 你吃吧 哥 我 你先吃 我我我我 哥 还是你先吃 好 谁要是今天不吃 明天就得饿死 带谁先吃 那我吃 魯璃 爽 饿了 哎呀 美 不不不不 好吃啊哥 好吃 好吃 我尝尝 一尝 这里面有果子的香味 而且让这个肉味道更鲜美 加上这个酸酸的汁以后 它能去腥去腻 这个肉变得更好吃了 我们就管这种名字 命名为果汁调料 哥 那以后这个梅子 还能做什么菜呀 那就要看看我们的后来人 究竟用它做什么菜 青梅已经变成梅子酱了 我们今天用它来做一道菜 没想到咱们刚才从那个青梅 一下就变成梅子酱了 这个果酸就是我们今天 寻酸之旅的第一种酸味 最开始的酸它就是来自于果酸 因为那种酸味不用调和 什么水果是什么酸味 天然的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青梅子酱 实际上就是以果酸的酸 作为低调的 对 其实我跟姐姐很熟 我们合作过几回 对 姐姐也做个自我介绍 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美厨娘 我叫聂珍 大家可以叫我吉娜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梅子小排 然后用这个梅子酱的果酸来给排骨赋予一个特别的口味 就光听这个名字就有点像流口水了 是是是 那咱们接下来赶紧做起来吧 制作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个果味去做一下排骨的腌制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酸的食物 这样你来柠檬我来百姓果 行 柠檬也酸 那我们最有代表 而且这两个放到青梅小排当中 就是几种果酸 既有我们说那种梅子的那种本酸味 又有我们果酸的那种本身 好吧 那我们大概要腌制多长时间呢 稍微静置个十分钟就好了 好的 放一点点油 锅里热了以后我们就投入两三片姜 姜葱放入 好 放入排骨 生煎这样呢也会让肉起到一个在焦里嫩的效果 对 它的表皮会马上焦化 但是又锁住了肉的那个水分 对 它那个嫩劲会保持在里面 排骨编制到微微有一点姜黄的时候 我们可以倒入一些啤酒 啤酒烧肉呢也是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 添入两三片姜叶 啤酒烧开以后呢我们还加入三个调味料 今天是黄冰糖 再放一点老抽 来点醋吗 对 我们加一点醋 这三样东西一加呢就把这个酸甜口的调性 给定格下来了 大火烧开了以后呢小火我们炖个三十分钟 好 其实在我们江南地区啊 是不是非常爱吃这种酸 江州户一带江南呢会比较偏向于酸甜口 比如说这个梅子小排 山楂牛肉 还有葡萄羊肉 这些都是能够跟肉类很好结合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必须爱吃荔枝虾球 实际上它是一个糖醋口的升级 大家都知道粤菜当中可能有用这个叫深井烧鹅 配潮粥的梅子酱 像我这个梅子也是这个腌制梅 我们拿它稍微做一下清洗 用冰糖 小火慢炖十八个小时 然后熬制了这个梅子酱 很好吃的 酸中带一点点的甜刺着你的口腔 会让你那个口水大开 看锅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那个排骨呢已经炖得比较软烂了 我们现在大火收一个汁 把这些香料啊剪去 加入一些梅子酱 增添一点果香风味 你们两个小的时候 对酸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我最大印象就是吃糖葫芦 冰糖葫芦它这个虽然外面是甜的 但是里面那个山楂是特别酸的 我是有记忆开始就吃酸 初夏的时候满山遍野呢 长杏 杏我还特爱吃那青杏 包括吃那个酸枣 我觉得这个跟后来自己边特聪明 有关系 我一个朋友就爱吃糖葫芦 我又怕完了没法瞧了 是 是 是 对 我那个朋友就是吃酸特别聪明 后来他头发呀 别挨他了 来 准备出关了 这果香味太棒了 好好吃 有没有你刚刚放的百香果的味道 有啊 有没有你刚刚挤的柠檬的味道 太有了 这果香味十足 第一口到头你的手 它其实是那个酸味 特别能打开你的胃来 然后你随着咀嚼起来以后 它的那个外皮是那个焦的 然后里面那个肉呢嫩 还有一些汁水 那个汁水里面是非常浓郁的果香味 梅子虽酸 但是带来的味道它是震惊你的 它让你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那种喜欢 开心吗 那种魅力 就像您说的 越吃越开心的一道菜 当我吃这个梅子小排 我在联想到 刚才咱们演的那个小剧场里边 我们无法推断 当年落到他们烤的那些肉上面 究竟是什么水果 或者说他们可能已经熟练的 知道把哪些果挤在那上面 但我相信当他们吃到 那种味道的复合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人类在这种寻味 在美食上 又迈出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前人暴露 后人享福 咱们今天来吃哪种酸呢 想吃酸还不容易 咱接着走啊 走着 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一次现场的 吃酸大挑战 你看 哥 你刚说完我就开始倒牙了 没关系 你吃不了呢 我就来吃 为什么 因为谁赢呢 谁今天可以得到呀 我们回家吃饭 给大伙颁发的一个特别奖 我刚才呢 也看了看 分量也重了 价值也高 没关系 就吃就完了 干嘛呀 哥 咱不是为了讲 不是 你都说表情 咱这人没事 咱不是吃酸吗 就是吃酸 咱 咱 咱有个什么规则没有 当然有了 在吃酸的过程当中 谁的表情越优雅 谁呢 就会判定为获胜 我先给你演示一个 好比我吃上这么一片小柠檬 这个够酸的 这个酸的 但我的表情很优雅 我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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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样我都要吃吗 这五样当中呢 选三样 那我既然不知道都是什么 嗯 我知道那中间的是酸柠檬 酸柠檬 那我就来一口柠檬吧 可以 柠檬还能接受 哥 那我这回 我选的一号吧 这个大家都熟悉 这是一种糖果 糖 糖啊 没事 这糖就没事 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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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这个挑一碗 吃酸大挑战 最后一个 我来这个四号 四号 这是酸黄瓜片 我能接受 这个酸黄瓜 我觉得还是在里面当中 最好吃的 嗯 怎么样哥 我算不算挑战成功 我宣布啊 勇志的挑战呢 确实 算是成功 耶 耶 接下来我们为勇志颁奖 谢谢各位 奖品在此 一罐酸菜 我吃那么多酸 最后给我一个酸菜 它酸菜能干嘛呀 我奖励你酸菜的目的啊 是一会儿能让它鲜酸 后香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酸汤鱼了 欢迎 欢迎 来跟你给翻一下歌词呗 刚才啊 她美好的歌词当中呢 是这样唱的 怎么说 说走进厨房晾堂堂 看到晾仔和胖仔 晾仔越长越来帅 胖仔就如同酸汤鱼里的鱼 马上就吃了 什么 我知道她刚才说那歌词肯定不对 瞎说 您给说说这歌词什么意思 所有的贵客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洞在 那么也请你们跟我们一起 拉起手唱起歌 一起走进彩歌堂 那么品尝我们的酸汤鱼 还有我们的糯米酒飘香 是这个意思 对 基本上说对了 对对的 说对了 酸汤鱼是寻酸之旅当中 前西南地区的一个菜品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小姐姐 穿得也特别隆重 对 咱们先请她做一个自我介绍 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省黎平县的 一位洞族姑娘 我叫杨青叔 咱穿这身衣服也是洞族特有的服饰吗 盛装我今天穿的 你们猜一下 这一套盛装要做多长的时间 我就是看这是不是就一年 这个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三到五年 对 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两个 哪个比较特别 像我今天穿的这一套盛装的话 是属于刺绣的 你们可以看到 衣服也是 对对对 我们刺绣的话 都是绣一些小虫子 花呀鸟 这也是寓意我们 动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场景 我看你这头饰上 也有鸟也有鱼 对对对对 包括银饰上啊 有龙啊有鸟啊 有花呀有鱼啊 这些也都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寓意 像这样的衣服一般在什么场合穿 平常肯定不穿 对 这个盛装的话 只有在重大的场合才穿 比方说重大的场合 会不会也伴随着这道美食相对应呢 酸汤鱼是我们过节的时候 然后用来遭到贵客的 盛装出席 然后大菜上桌 点起火来热气腾腾的感觉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这画面就都有了 别说哥您给我这还真是宝贝 对咱今天尝上 用酸汤鱼好吃剩下的酸菜 我都带回家 为了呢让我们青叔呢 操作起来更方便 我觉得可以把这盛装呢 摘一部分是吧 好 其实啊真正的大奖啊 是这个 这是一条新鲜的驴 我们先要把它来改一下刀 因为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要入味一点 在我的家乡有一句话 就是一天不吃酸 走路打转转 我们的饭桌上 几乎每一餐都有酸的 现在呢我们要起锅烧油 咱们这道菜主要是用猪油是吧 猪油对 猪油 很多包括我们北方炖鱼的时候 他也愿意切两到五花肉 鱼和猪肉之间发生的作用 就会和鲜很好吃 对 这个是拿那个新鲜的红辣椒 剁碎以后放到毯子里面 自己发酵的 做酸辣椒 对 你看 你们想吃酸一点的话 我们就放多一点 吃酸一点的 好的 倒完 这不是小西红柿吗 对 这个西红柿 它本身也是带有那个酸味的 所以结合不一样的酸 所以它出来的整体的那个味道 还要更好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西红柿你看 也不经过改刀 它那种酸味可以激发出来吗 可以啊 等一下还有水煮开 煮开它就烂掉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放鱼了 这个鱼呢必须是冷水下锅 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腥味 勇志 咱们现在来数一数啊 门前大条下 一锅酸汤鱼 白来快来数一数 有几种酸味儿了 数数这个酸有几种 对 刚才呢我们放了那个泡辣椒 那个是一种 酸泡辣椒一种 对 然后小西红柿这是两种 等这个开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放酸菜 酸菜就是第三种酸 对 它这个酸菜跟我们东北的酸菜 不 像咱东北酸菜吧 主要是以这大白菜为鸡料的 它这个酸菜呢是类似于 蘿蔔菜 蘿蔔菜 成国各地呢 都有腌制酸的办法和方式 这样咱们一起看一看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我们东北是怎么腌制酸菜的 腌酸菜必须得用这种 新鲜的大白菜 摆上一层白菜 撒上一层盐 再撒一层盐 压上一块干净的石头 没事 这就玩活的呗 玩活的 这是腌制好切成丝的酸菜 撒足菜 包包子 包饺子 蒜火锅 在我们东北啊 都离不开这个酸菜 现在我们来制作我们的酸豆角 先把咱们新鲜的豆角 放进盘子里面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放我们的这个辣椒 现在我们开始撒上我们的食用盐 把我们的野生花椒放进去了 最后一步呢 我们要放我们的桃米水 现在我们酸豆角已经制作完成 我们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开盘食用了 酸豆角呢 清脆爽口 它可以炒着吃凉饭 还有可以当很多的配菜 教大家制作一个广西酸笋的腌制方法 首先我们要选新鲜的竹笋 接下来把竹笋改刀 咱们先把竹笋摆放进去 我们放进矿泉水 矿泉水刚好淹过竹笋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瓶子密封好 放置14天 我们的酸笋就可以制作完成了 看见了吗 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 腌制出来的酸味的发酵食品 都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了 好 那你看我饶了半天锅开了 来 锅开了 我们现在可以下酸菜 刚才我隐隐担心的那个小西红柿 现在已经开始翻花了 炸开之后那个酸味 现在渐渐开始激发出来 清酥这道菜里头 它是用了几种酸 这个酸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酸辣椒呢 是整道菜当中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基底味道 那么西红柿呢 是起到一个天然的清香味 酸菜呢 也是一个自然发酵的酸味 所以这三种酸味 分合在一起的话呢 是非常的好吃的 我们又煮了一会儿 是不是可以放一些花椒 对 现在可以放这个 这个花椒能介绍一下吗 这是您带来的 这个是木姜籽 这个木姜籽本身也带有一种 那种柠檬香味 我们之前一直吃过很多木姜籽油 这木姜籽原来就像这样 酸汤鱼它是这个灵魂 对 我们现在又可以放这个花椒 我们还要放一点盐 快熟了 全部都熟了过后 我们就放香菜 放一点香菜 来自贵州的小美女青叔 带给了大家 地地道道酸汤鱼的做法 只要你掌握了这几种酸 实际上这个酸汤鱼 对于国庆节在家的您来讲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像一般我们这个酸汤鱼的话 汤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每次我们煮的话 都会放那个汤要放多一点 闻着就流口水 那个木姜籽的味道 完全被煮出来了 它这个酸不同于 我们熟悉的那种醋酸 这个酸很开胃 它酸得更深沉 它有层次 这个酸汤是可以煮一切的 国庆节期间 您就按着这方法来一锅酸汤 爱吃什么王黎旭得了 嗯 我觉得我这个酸菜 在家里我可以多做好几回 这种酸汤鱼 这个酸菜我真是如获至宝啊 尋酸之旅 来自贵州的酸汤鱼 今天咱们成功 好 谢谢青叔 特别谢谢青叔 谢谢青叔 球哥 那咱们下一步 应该吃什么样的酸呢 你呀 跟着我走啊 儿啊 不是 哥 你怎么占我便宜 我不是你哥 我是你的父亲 酒圣杜康 不是 这回穿越我怎么还降一辈 不过也有好处 咱们这回就有吃有喝了 对不对 那是当然的 儿啊 进前来 这就是父亲前两天 刚刚酿造而成的新酒 轻轻自禁 悠悠我心 何以解忧 唯有肚 爸爸那我尝尝吧 来吧 嗯 刚新酿出来的 这酒都酿黑了 他还能喝吗 先尝尝 这酸了巴基 怎么能是酒啊 这什么东西这是 你刚刚说 这酒果真是酸的 酸的 这酒确实是酸的 确实酸 你不都流哈拉了 这酒肯定是酸的 肯定酸的 好 怎么了你 儿啊 为父成功了 我跟大家讲上一讲 我是杜康 当年在我酿酒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这个酒糟在酿酒之后 不同的发酵时间 会产生不同的液体 所谓杜康称之为黑酒 实际上就是在酒糟 发酵21天前后 产生的一种成果 而且啊 我儿子是首长 你起个名字吧 好 他叫什么名呢 既然以前叫酒 我们保留啊 酒的这个有字边 好 既然是21日酿造而成 咱们就把它写成 念一日 对 把它写成这个字吧 它叫什么呢 那就叫它醋吧 老乡醋那个开花 甩个溜溜 甩个溜溜 你真干溜啊你 怎么了 你能不能接着我的唱 你唱 第二句呢 好妹妹 妹妹叫一声哥哥呀 哎呀呀 不要把别想 把别想 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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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看啊 俩人一开始呢 人家说的是悄悄话 对 哥哥妹妹不变心 对 后来呢 人家就开始说相声了 对 就是独打一个捣乱 是吧 姐姐在这儿 但是那个我们感受到 那个情景呢 用的是咱们山西话 对 是的 关于我们醋的民谣 咱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跟全国朋友打个招呼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山西醋妮李婷 大家好 我是她弟弟 痠痠爱吃醋的李琪 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 醋妮呢 她刚才说了 她痠痠吃饭离不开醋 那我不吃饭我都离不开醋 不住吃饭离不开醋 啥意思 我姐去哪里啊 她都要带着那个醋瓶子 别人表着去外面吃饭 都会带着碗块 您是自带醋 别的醋还不行 必须得吃我们的山西老臣醋 所以这就是一对爱吃醋 会吃醋 吃好醋的山西姐弟 做什么好吃的今天 我们做醋香过油肉 对 那我想问问今天姐弟俩 谁来做菜 她做菜 我吃菜 她做的好不好吃 那得由我判断 行 这个说得对 这就叫地位 平时在家都是 李琪主要做菜 对 男人做菜嘛 姐姐就是主要负责就吃 对 这将来家里要再有一个吃醋的 估计就是弟妹了 对 怎么老给你姐做菜吃 那是我亲姐 她是你亲姐 我不是亲媳妇 不是你 李琪 这一碗水可应该端平了 那咱们要给肉满一些胃 对不对 对 是 这是 先加一点胡椒粉 把蛋清倒进去 放一点盐 接下来就是再放醋 这种醋现在就要放 这个时候也得放一次 腌制的时候也要放一次 这放的是土豆淀粉 对 是淀粉 弟弟除了做油肉 还会做别的菜吗 那做的菜太多了 太多了 什么都会做 什么糖醋丸子 糖醋里脊 鱼香肉丝 我听出来了 就是这些菜类都得有点醋 都有醋 这是炒菜类的 那要赶上什么面食 是不是就更得配醋了 就是我们山西面食比较多 什么刀削面 和露面 卤面 焖面 全面 只要是面都得放醋 都得放醋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就滑得差不多了是吧 对 我们这个油温的话 大概是五成热 现在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下锅就可以 对 然后把它快速滑散 差不多了 肉已经分明了 放点蒜末 蒜片 把我们的配菜都倒进去 蒜苔 洋葱 洋葱 木耳 这里可以放第二次醋了 这就放醋了 这次放醋是要拿更脆一点的蒜苔 这样的话我们炒出来的菜 它是发亮的 然后闻见这个醋香味 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盐 好 鸡精 好 放点老抽 生抽 有点液 帅子 帅 帅 现在还要再放醋 还要再放醋 对 让这个肉里面也进入醋味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熟悉 听着比较简单的一道做油肉 它里面需要放三遍醋 才能增加它的香气 它还有一遍 还有一遍 对 最后一遍的话 它就会起到一个增香作用 然后放上醋我们就可以勾腔了 山西醋香过油肉出锅了 好 今天由于这个姐姐的要求 放了四回醋 是 四回了 我非常怕一会吃进去以后牙受不了 要再来一点吗 我就不来了 我得先倒点醋 放四回醋了 还要加醋 好吃 我觉得加了这样才好吃 这肉炒真绝 它肉炒真好 粉勾得恰到好处 淀粉刚刚好得裹住了 因为裹完油以后 还是脆嫩的 我这不是做戏啊 就这样吃 我平常去餐馆 别人喝茶我喝醋 第一眼我就是想看看 反正有没有醋 反正必须要有这个醋 才能吃饭 所以姐姐这个习惯是受到 比方说长辈的这种潜移默化吗 我爸爸他就喜欢吃醋 对 我奶奶的话 她也会每天喝一小杯醋 她如果不喝的话 她浑身难受 喝完之后身体非常硬朗 看来这个喝醋 确实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呢 今天的我们寻酸之理当中 不仅寻到了不同的酸味 而且呢 也给大家把这种酸的层次 其实也是在找寻 其实大家未来 比如说喜欢什么味道 希望我们的饭团朋友们 其实可以尝试 对 不把这种味道放几次 也许出来的那感觉会更美好 而且我发现 酸在我们中国人当中 有很多词汇都有酸 比如说酸儿腊女 对 比方说那个酸的掉牙 那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几个 关于有酸的成语的比划猜 我这还有一个道具 你呢戴在头上 好 来 我给你戴解释一点 行 四个字的一个成语 对 跟咱厨房都有关系 好比说这割成这什么以后 好 这上面有一剃 这叫什么 这是烹饭 这是烹饭桑了叫什么 那个包子 不是那个 别挨骂了 蒸 对了 蒸的 我吹的什么 风 然后他那干嘛的 他这是 蒸风吃醋 你看 好 这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典故类的成语 这说的是一位古人 你看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西梅 对了 就是古人呢 远远地看着这 望梅之可 这可以 你可以 人行行 这个储备量可以 这也是一个成语 这是一个对于生活的形容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老说 这生活就如同这几位一样 它是什么呀 酸甜苦辣 有了 真好啊 真是这词 真是这词 这个很典型 四字的一个成语 形容词 一般呢就形容 有些人的这种为人 有这个为人呢就是你呀 我告诉你 你没亲节我不是亲媳妇啊 李琪 这一碗水可应该钻皮 你如何如何怎么能够 我这个熟你的那个 对 尖尖刻薄啊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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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